我們首先想分享一段經文 有聖經的你可以揭開 《路加福音》第22章31到34節 聖經這樣說 主有說,西門西門,撒旦想要得著你們 好西你們像西物字一樣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去 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彼得說,主呀,我就是向你下牢,向你受死 也是甘心 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天雞還沒有叫 你要三次不認得我 其實這段經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耶穌在最後晚餐後,跟彼得有一個很特別的一段說話 其實你會有三次不認識我,即是在明早雞叫之前 彼得其實就是,你可以看到當時他很有信心 他覺得,喂,坐牢也沒有問題,死都可以 但耶穌是比他更了解他自己 其實你是做不到的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第二天早就已經見真章了 其實彼得在雞叫之前三次不認耶穌 即是受不住那個壓力 你可以說,其實彼得那夜就真的被耶穌揭去那張底牌 他第一次看到,哇,原來自己是這樣的 聖經後來有記載說,其實彼得很難過,跑了出去哭了 那我在想,耶穌為何要揭去那張底牌呢 揭不揭都一樣的 其實他也是受不住的 那是否應該鼓勵一點 想想,如果我是爸爸來的 如果兒子說,喂,我一定會這樣 那你明知他其實不可以的 那你也未必一定要說出來的 你說,哎呀,加油吧,這樣就可以了,對不對 難道耶穌好像我的老闆那樣 啟穿你的,你不可以的 不是這樣,是不是 那為何要揭去那張底牌呢 其實我想分享一次我自己給神揭底牌的經歷 其實在2018年年,在年底的時候 因為公司那時候經營不太好 第一次裁員,裁不到我,第二次都裁到你了 那我就被裁了 那天是十二月二十四號,即是聖誕節 那很特別的聖誕禮物 那我跟自己說,不行,一定要有信心 其實後來有八個月都找不到工作 但是剛剛開始的時候,告訴自己 要有信心的,要積極一點 那我第一件事做甚麼呢 立即報一個課程,考一張策劑 反正都要找工作 當時報了一個項目的課程 讀三個月,本書那麼厚,不斷讀 到最後考試的時候,因為有幾個擁定 我全部擁定都考A 即是拿了一張策劑 但是還沒找到工作,繼續找 其實當時找工作都有一個難點 我當時已經50歲了 其實你知道,我是做IT技術的工作 其實當時我在大陸生活 大陸最多是甚麼呢?就是人 年輕人多,其實我很難跟他們爭 另外就是說,其實當時也試過 有一些工作其實是可以的 都適合的 但其實HR 說 其實你已經做過八年的高管 其實你是超級評價了 我說給一個機會都可以 我肯做,我肯做的 他說不行的 我們公司有這樣的政策 就是不可以請超級評價的人 不要緊,繼續積極一點 其實當時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是一家人 我有兩個子女,都是在北京生活 其實我們在北京生活 是拿不到北京的學籍 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說,其實我兩個兒子 是不可以在北京考高考的 就是說甚麼呢? 就是不可以讀地學校的 一定要讀國際學校 你知道那個學費比香港的國際學校還貴 其實我已經沒有工作 當時已經三、四個月沒有工作 其實錢已經燒了 那我可以做甚麼呢? 就是不行,要有信心 這樣就賣了一層樓去吧 賣一層樓 要有信心,保持住 然後呢 其實當時還有一些情況就是 我其實每早上不是很想出門口 就是我在家裡QT 但是為甚麼不想呢? 因為其實心裏面有一個障礙 就是覺得,其實這個時間 應該出去工作 去公園QT只有八人在這裡而已 那我去到很奇怪 但是我老婆很好的說 保持住出去,我們一起去祈禱 那我就說好,要有信心 那我當時祈禱呢 就是說,其實神給我一個工作 其實是要有近家的 又要收入可以照顧到我的家的 以及發揮到我的才能 堅持住 但實際上其實找不到這個工作 那幾個月我做甚麼呢? 我做了很多一樣很奇怪的事 包括幫一些弟兄 有做網站 教小朋友寫程式 還有做無人機 其實那時候的報酬大概是 每個星期有五百元 即是夠開飯 其實是 但是也不要緊 要保持住有信心 然後還有做過一件事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見過 那一陣子我老婆放了幾條片 是YouTube的 即是教主送 因為我是懂得做影線的東西 一起做這些東西 就是保持自己忙 保持自己有東西做 那就有信心多一些 就是總之要積極一些 但是其實八個月 都是沒有工作的 就是找不到工作去做 好了 那麼 揭底牌的時候到了 其實當時我就想起 有個舊同事 我找一下他 因為我知道他好像是跟別人 即是有份有間公司 我找些工作去做一下 其實他很好的 即是他不是老闆 他就安排了我去公司 他就知道你先進入這個人 你先進入一個技術的經理 我早上進入經理 進入經理的老闆 進入HR 然後他就說 那個CEO在這裡 你進入他 CEO跟我談了整個小時 我心想 嘩 CEO進入你整個小時 其實也挺大的機會 那麼出來就找一個同事 即是舊同事 喂 怎麼樣 有沒有希望 嘩 CEO覺得你不錯 應該可以的 放心吧 那麼 你也準備一下 可能下個禮拜可以上班 好了 那麼 就是 這樣也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 當時我很興奮 就是 喂 終於堅持到 勝利的一刻來了 這樣 好了 一路回家 一路就祈禱感激神 但是 到了下午的時候 我 舊同事打來 他說 其實HR 總監 早上不在 他說回來之後 HR總監 就跟CEO聊天 他說 其實 暫時 我們公司的階段 是不需要這個職位的 可能要過兩年 才需要這個職位 是的 那麼 我同事說回 舊同事 可能暫時幫不了你 那時候 下午整個崩潰了 崩潰到 其實我很生氣 我跟神說 你有沒有搞錯 我這麼努力 堅持了這麼多個月 我很積極 我又考 sert 我又什麼都願意做 我覺得我都很謙卑 你想怎樣 就是 為何擺一塊肉放在我口裡 你還拔走它 我 甚至跟自己說 下午我躺在地上 我真的躺在地上 其實 我心裡很生氣 很生氣就是 我覺得神來玩我 還有 我不想祈禱 我不想祈禱 我知道祈禱會幫到 但我不想 這樣 是的 但是到底是氣慾 氣慾是什麼呢 就是到第二星期 第二星期 其實我不知為何 出來做了一個 interview的機會 一進就聘請了我 而且 那個工作系 無論是上班的地點 工資 以及工作內容 跟我當時的祈禱 是一模一樣的 你知道我當時是很開心的 但是同時 我覺得很難過 很難過是什麼呢 其實神很信實 祂聽我的祈禱 祂安排了最好的東西給我 而我是怎樣呢 我是一直希望透過自己努力 去維持自己所謂的信心 但是到了當事情最後不像自己想像的時候 其實我是馬上翻臉 馬上失望 不是對事情失望 而是對神失望 以及不想再信神 在那一刻我看到神很信神 同時看到自己所謂的信心 其實是很軟弱的 回到剛才的問題 就是神做甚麼 就是耶穌為甚麼要揭彼得那張底牌 或者揭我那張底牌 其實耶穌就是為 我們這些自己都見不到的軟弱 這些罪 上十字架 祂明知道彼得的信心 以及我所謂的信心 根本就沒有我們想像之中的 他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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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機會有時候會輸給撒旦 彼得是面對不到那個壓力 我當時也面對不到那個壓力 其實耶穌除了為我們 上十字架之外 其實你看看他的經文 耶穌同時也對彼得有一個期望 他跟他說 你現在不行 但是你之後會回頭的 你到時候會堅固教會 在22章32節這樣說 其實我們看回後來的歷史 彼得真的開始了教會 也為教會牧養了三十年 然後最後寫下了 很神奇的寫下了 去鼓勵很多人的信心 彼得的前後書 到最後在公元六十年的時候 他真的被處死 刀釘在十字架上面死 他真的為耶穌死了 我想其實神很清楚我們 真正的狀態 比我們更清楚 我們認為自己最有信心的時候 在十字架面前 其實都是很多軟弱的 但是神在耶穌上 其實真的為我們一些 連我們自己都不清楚的軟弱 去上十字架 所以我想鼓勵弟兄姊妹 當我們看到自己有軟弱 揭底牌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失望 或者不需要不開心 其實更多是我們去想回 其實耶穌早知道 但是其實耶穌對我們有一個期望 就是其實祂依然相信我們 可以為祂的教會 為身邊弟兄姊妹做很多事 我們一起為這個聖誕祈禱 我們一起為這個聖誕祈禱 經歷 明昭的聖誕祈禱